欢迎您在欣赏卫视体育台为您带来的林Sanity 尼克队在上半场打完之后 以18分的差距领先来访的沙迦缅度国王队 这场比赛中文转播 陈尼高敬妍以及林韦勤为您带来 提醒您礼拜六我们会继续为您带来尼克队的比赛 要对上的对手呢将会碰到纽奥良黄蜂队 而在上半场打得如此的顺手 很难想象啊 这个尼克队他们在两个礼拜之前 是全联盟最令人失望的球队 但这个上半场的成绩单是漂亮到不能再漂亮 没错啊 国王队只能用被枪林弹雨来攻击来形容啊 因为攻击从四面八方来 而且呢投篮命中率 尼远尼克队高达51%之高啊 而且他们的54分从15个助攻之间产生的 所以国王队真的是被打得有点反应不过来啊 不过刚刚问他们的助理教练Kenny Atkinson呢 尼克队在下半场有什么地方需要进步的 他说他们希望呢 可以把这个防守的重点继续守住 Marcus Thorton 因为他认为这个球员呢 任何一个晚上都可以得到40分左右的分数啊 Sorton在下半场得到了13分 是全场最高 我尼克队 他们的财富平均分配 雨露均沾 五名先发球员 每个人的命中率都是在五成以上 下半场的比赛开始 Bill Walker一开始要是一次抄截 刚刚这个助理教练啊 Kenny Atkinson可以算是 Jeremy Linz 在板凳时候的心灵导师啊 他第一场先发完以后 说谢谢Kenny Atkinson 让他的助理可以聚重 继续集中在 并在这个球队成为一员啊 所以尼克队的助理教练 对林舒豪来讲非常的重要 Dan Dan Toney 教他怎么样打皮肩肉 Electric Fills 今天完全就是梦幻一般啊 Fills of Dreams 上半场投五中四啊 下半场继续维持他这样子的手感啊 已经得到了13分 Terry Evans 终于投进了这场比赛 第一个Fill Go 第一次得分 没错 但在七八场比赛之前 Terry Evans 只有四场比赛 连续上场四分钟以上 可是那四场比赛结束以后 Terry Evans就撞抢了 五六场比赛 是越打 有点越不好的一个状况 Bill Walker 他知道Kamon Lens 你快要回来了 赶快趁机表现一下 哇 这个三截一开始 打到现在而已啊 Jeremy Lee已经十次的助攻了 在上一战才刚刚创下 剩下最多的11次的助攻 今天林舒豪 完全是以分赏为主 Cousins 表弟拉着表哥一把 把Tyson Chandler 请上罚球线 DeMarcus Cousins有点 自己情绪管理上面的问题 Cousins最大的问题呢 其实也就在他的这个情绪 林舒豪豪 哇 打得太聪明了 由Shanty把Soulson挡在后面 轻松的上篮 而且他现在有一个很好的进攻的武器啊 就是他在进去里面会左看一下 右看一下 这是Steve Ness在全胜其会做的事情啊 因为大家都怕他的传球 所以他左看右看的时候 自己的空挡就出来了 Cousins 是越打越伤心 越打越难过 没错 刚刚其实啊 他自己犯规了以后 他马上转身去骂了这个Thompson啊 他说你的帮忙在哪里啊 可是抱歉了 他自己的这个position站得不好 被对方过是可想而知的 林舒豪 发生了这场比赛第二次的失误 外线的出手 试试看 长篮板 落到林舒豪的手中 林舒豪 等待队友 变换节奏 传球给Sotomayor 中距离 Sotomayor进去又弹出来 66寸的控球员Evans 结果林舒豪成功的 争取到跳球的机会 其实像刚Sotomayor那种中距离 他迟早会进到 所以整体在纽约尼克队的攻击 只会越来越顺啊 不过从这边也开始看到 林舒豪他除了自己本身的 这种攻击的这种策略之外 他在防守 如何让对方的攻击 继续留在他的面前 然后对方把球放下的时候 他就双手去捞啊 这种防守的策略 也在目前为止呢 他先发这几场比赛里面 他的对手 除了上一战的CosayCunderone之外 都没有办法再上得了太多的便宜啊 原本担心 66寸的Tyrick Evans 会在这场比赛造成林舒豪的麻烦 现在看起来是一点都没有 没错 Tyrick Evans自从这个 六场前面这连四十分钟决战之后 他只要前一场比赛上场时间超过35分钟 隔一天啊 他的得分就在大概10分 五六分这样子的一个表现而已啊 表弟的球又被Walker给弄走 林舒豪来了 左右换手运球 结果球没拿稳 差一点点掉 还好Sotomayor捡回来 Bill Walker 三分外线 假动作之后 来个起码射箭 Bill Walker展现了各种得分能力 也达到了两位数字的得分咯 没错 国王队现在完全防守 是不设防 你看到Bill Walker一过 Demarcus Cousin以后 Cousin过去踩一步的这种 想法都没有 就让他直接过了 好